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一份报告,预测2035年时,癌症病人将增加到2400万人。 那么,在现代如此棘手的疾病,在古代有人会患上吗?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,不过癌症只是西医的叫法,古代的癌症有不同的称呼,而且只有一个字,还是我们非常耳熟的字。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古代的医学并不发达,没有任何先进的扫描仪器,消息传播也比较闭塞,所以很少能够发现癌症。 而且,在历代帝王的记载中,除了末代皇帝溥以外,也没有皇帝患癌症的记载。 据专家推测,曹操所患的头疾大概率就是癌症,只不过他因多疑拒绝了华佗的开乳手术。 最早关于癌症的记载,出现在2000多年前诞生的《皇帝内经》中, 其中关于金瘤、长瘤等描述,与现代肿瘤极为类似。 在《人斋直指一方论》中,记录了古人对癌症的详细记载,将癌症称之为上高下身, 严学状的硬物,且外表凹凸不平,破溃后窗口中间凹陷。 也有一些文献将癌症称为癌发、癌疮等,甚至将其归结为碳居的一种。 通过对癌症患者的观察,古代医生发现,癌症晚期的病人大都日渐消瘦, 且身体状况每框愈下,如同树木失去了溶滑,逐渐枯萎、干燥。 溶就是营养的意思,失溶就是失去营养。 再加上癌症患者,晚期都食欲不振,面容消瘦。 所以,一些医书称癌症病人为脱颖、失经、明朝的外科症宗中, 将颈部和耳部的癌症称之为失溶。 古代虽然有这种以身体状况命名的方式, 不过对癌症流传最广的称谓,还是以肿瘤形状来命名, 最常见的名称就是炎。 这个字看起来比较生僻,但它的读音语言相同, 意思也与炎一样,后来许多资料中干脆以炎来代替。 炎代表山上坚硬的石头,用这个字来指带癌症, 说明这种并像人身体上的石头一样,坚硬又不好治疗。 长在不同部位的炎,也有不同的名称。 妇人梁芳、窗阳门记载, 若初起,内截小河,或如憋棋子,不痴不痛, 积之岁月渐大,俊炎崩破如熟流,或内溃深洞,血水滴力。 名曰乳炎。 由此可见,乳炎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乳腺癌。 外科真诊记载,舌根腐烂乳炎,乃思绿伤神,心火上炎所致。 这就是我国典籍中记载的舌炎,也就是舌癌。 部位名称加上炎字,代表的就是不同的癌症。 所以,在古籍医书,以及一些字典中, 癌通炎,也通炎,都代表恶性肿瘤。 除此之外,古代还会通过肿瘤的状态,形状,来命名不同的癌症。 《创扬经验全书》卷记载, 简唇者此正生于嘴唇也。 若肿起,白皮骤裂如残茧,故定名曰简唇也。 这里的简指的是长在嘴唇上的硬架,硬架越长越大, 表面的白皮就会裂开像简一样, 所以被称为简唇,也有的医书将其称之为简唇风,实际上就是唇癌。 而古代的蛇癌,因为硬块形状像豆子, 长大后的形状像菌类,又被称为蛇菌。 由是侯科秘术,蛇菌称之,生蛇上或如木耳,或如菌状,其色红子。 除此之外,蛇菌也有蛇菌风,莲花风,窗菌等名称。 除了菌状外,一些癌症的肿瘤一旦溃烂, 伤口就会向外翻,形状像花蕊一样,因此也叫做翻花窗。 一些肾癌也被叫做翻花下肝肾炎翻花。 在古文中,翻与翻的意思相同,翻花窗也被叫做翻花窗。 对于皮肤癌又痒又痛,出水不断, 且时而分泌臭水,腐肉如棉花的情况,古人称之为肝。 外科起旋卷卷这样记载乳窗,经年不育,或俯去半截,四连彭祥,苦楚难忍,内中败肉不去,好肉不剩。 舌头上长出这样的肿块,也被称之为舌肝。 就连石榴这种水果都成为癌症的代名词。 古人发现,有的肿瘤内部颗粒多,形状向绽开的石榴,因此用石榴将其命名。 比如乳腺癌被称为石榴翻花窗眼科的一些疾病,也被称为鱼子石榴。 有些肿瘤形状酷似灵芝,有些象致,因此有了不同的名字。 比如蛇癌也被称之为蛇致,也有人称其为蛇致。 对于那些肿块异常坚硬,且表面凹凸不平的肿瘤,大都会被冠上石的名字。 肩硬的胸结被称为石榴、颈部、腰部和胯部的肿瘤被称为石榴。 诸病原后论卷记载,脾聚而脾后,壮如坐接,也如石,故为之石榴也。 例如三音方中记载,甲状腺癌就被称为石影。 综上所述,古人根据患者后气的状态,以及癌症不同的外表,为癌症取了很多名字,甚至一种癌症可能同时拥有多种名字。 只不过古代交通并不发达,信息也比较闭塞,所以对于癌症的名称,大家并没有特别统一的认知。 有可能不同地区会出现不同教法,不同时程对癌症的称呼也不一样。 但不论哪种癌症,严都是统称,任何部位上的病变都可以被称之为严。 既然古籍中出现了癌症相关的记载,那么中医自然也有相对应的治疗方法。 在现代医学中,许多癌症患者确诊时,就已经到达了中晚期,甚至癌细胞也已经开始转移,患者身心都面临巨大的压力。 不过对于中医来说,这些癌症如果可以在早期时被发现,治疗起来会更好。 中医一般认为,癌症属于正气不足,气质血于,血毒机具。 所以,应对这种疾病必须从调和脾胃、滋阴补血等方面入手。 在古代中医看来,脾胃在癌症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。 素问《刺禁论》记载,脾胃腰兽之时,养生锦和五胃。 医宗必读,约,有胃气则生,无胃气则死。 脾胃论也记载,善治病者,犹在调理脾胃。 治脾胃,所以安五脏。 所以对于顽固的癌症来讲,调理脾胃同样是重中之重。 而且,癌症病人都会日渐消瘦,浑身乏力,气血都被癌症消耗。 想要为身体提供营养,必须加强气血和营养的补充。 中医理论中,脾胃为气血生化的源头也是机体营养的根本, 只有调理好脾胃,才能保障身体正常功能,加强食物和药物的吸收。 除此之外,脂胃生筋同样对治疗癌症具有重要作用。 在选择脂胃生筋的药物时,古代医生还会掺杂些固本的药物, 帮助机体对抗肿瘤造成的副作用。 在患病过程中,患者的血液也出现严重问题, 血瘀贯穿整个患病区间,造血功能也大幅度减退。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,古代中医还会采取不血的方法, 提高患者的造血功能。 同时会配合活血化瘀的功效, 让患者能够减轻痛苦,帮助机体应对癌症。 到了癌症晚期时,患者身上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硬块, 并伴有疼痛、口渴、发热等症状。 在中医看来,这就是邪热淤毒所造成的只有清热解毒才能缓解。 所以,古代中医会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, 开出消肿、解毒的中药,清除肿瘤周围的水肿和炎症。 以上这些应对方式,都是通过中草药来进行治疗。 在患者服药期间,一些中医还会采取爱酒、拔罐、推拿等方式, 加强患者的身体素质,以达到最终的治疗目的。 最重要的是,在采取种种治疗方法的同时, 古代中医还会注重患者的心理健康,提升患者战胜癌症的信心。 不过古人生活方式较为单一,并没有什么不良习惯, 也接触不到太多科技产物,吃的也都是纯天然食品。 而且,寿命相比于现代人更短,所以癌症的患病率也不高。 即便患上了癌症,中医大都在早期时就发现病治疗。 对现代人来说,外界许多因素都有可能增加癌症的患病风险。 美国医学会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报告, 从2006年到2016年,全球癌症患病率增加了28%。 英国癌症研究会也预测,到了2027年时, 每两位男性中就会有一人患癌症。 患癌风险将会从2010年的44%上升到50%, 女性患癌风险将会从40%上升到44%。 更确切地说,似乎随着时代的发展, 人们患癌症的概率也有所增加, 在人们生活越来越便利,越来越丰富时, 癌症也悄悄埋下了种子。 首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,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。 没有网络时, 大家唯一的乐趣除了看电视, 就只能通过运动、逛街、 读书等方式来消磨时间。 但不论哪种方式, 大家都不可能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, 势必会进行空间上的转换。 而且, 那时的工作不用每天对着电脑做一天, 可以进行适当的躯体放松。 但当互联网飞速发展时, 大多数的工作都要久做, 大家的娱乐方式也变成了躺在床上刷手机, 甚至可以几天都不出门, 也不会进行任何锻炼。 而且,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, 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, 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, 就是安静地刷手机, 甚至通过熬夜来释放心中的苦闷。 但医学证明, 睡眠不足会增加癌症的患病风险。 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做过一项实验, 对睡眠少于7个小时的群体, 以及睡眠充足的群体进行调查, 发现睡眠不足的群体癌症患病率要高出47%, 除此之外, 久坐和缺少运动同样增加了癌症的患病风险。 更重要的是, 我们如今的饮食也在极大程度上增加了这一风险。 在科技进步的同时, 食物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, 足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。 殊不知, 有些食品经过了重重加工, 又添加了许多人造化学试剂, 使得食物本身的营养大幅度流失, 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肥胖和患病的风险。 尤其是许多人追求重口味, 高油高盐的食物, 一定程度上增加肥胖率。 不论是不健康的食物, 还是使人治肥的食物, 都是癌症的诱因。 就拿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饮料来说, 其中的添加剂和含糖量都严重超标, 长期饮用可能诱发20多种癌症。 2016年一项数据表明, 每天喝两杯以上饮料的人, 相对于不喝饮料的人, 患结肠癌和肾癌的概率大幅增加。 除此之外, 遗传、抑郁症、 环境污染等不可抗力因素, 同样会增加癌症风险。 综合来看, 在所有导致癌症的诱导因素中, 大部分都与自身的生活习惯有关, 而且大都是可以避免的。 2012年时, 中国癌症归因分析终究指出, 中国总体癌症死亡病例中 57.4%都是可以避免的, 而且慢性感染导致的死亡率高达29.4%。 占第二位的是主动吸烟与吸二手烟, 占比22.61%。 最后才是职业、 环境等因素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 在科技发展的同时, 人们虽然享受到了便利, 但却因为过度放纵, 过度追求享受, 进而付出了一定的代价。 也有研究表明, 现代人之所以患癌症概率增加, 与寿命增加有很大的关系。 古人寿命短, 还没等检查出患癌症, 就已经离开了世界。 而现代人寿命长, 所以才会患上各种疾病。 但不论怎么说, 想要与癌症绝缘, 我们还是应该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虽然古代癌症患病率并不高, 但古代中医还是通过观察, 将癌症取名为, 沿对于不同部位的癌症, 古人也随之取了不同的名字。 或许是古人寿命太短, 或许是古人生活健康, 又或许是信息滞后, 古人患癌症的概率并不高, 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, 人们患癌症的概率却急剧增加。 与其说, 癌症是一种不可根治的疾病, 不如说, 癌症是曾经不好生活习惯积累所致。 短时间的坏习惯不会迅速导致癌症。 同理, 癌症的治疗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, 想要与癌症说再见, 最重要的还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。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